歡迎收看 剛剛雅雯也有說啊 他說這個 它那個是 什麼山之間 古斯山 日本古斯山 底下這個水嘛 其實那是一個火山 我們過去也曾經檢查過 一些用火山區的這個地下水 來做這種包裝水發現 裡面居然有 放射性元素 而且那個放射性的元素呢 還是用來可以製造 類似我們原子彈的材料 後來呢 我們也直接就是要求 這樣的水怎麼可以進口呢 要求政府做解釋 對啊 那圓能慧也有做了解釋 圓能慧的解釋是說 因為它有放射性元素 可以表示說 是這樣的解釋 太凹了吧 什麼解釋啊 所以並沒有告訴大家說 我們是不是要不要避免這樣的這個水 或者是不要喝這樣的水 那這樣教授請問一下你的意思是 瓶裝水不一定乾淨喔 而且價錢貴的 跟價錢便宜的 中間也沒有說你花多少錢 就可以買到比較好的品質 剛剛人好講的那個地方 1500塊的那個水 他們那邊的水 我們大概都 全部都曾經檢查過 那怎樣 實際上它的水質 並沒有比較好 沒有比較好 對 那裡面有什麼特殊的物質被檢測出來嗎 對 裡面的東西比如像是 有一些我們想要避免的營養鹽 對 以及我們想要避免的一些 所謂的重金屬類的東西 它通常來講 都比我們台灣的要來得高 其實真正的水如果是存水的時候 那水是存水的話 就是一種水 嚴格來講 大家剛剛有講過啊 喝進去呢 比較 這有點甘甜的味道 比較好入口等等之類的 對 嚴格來說 水是完全 所以你覺得呢 既然有甘甜 有一些味道的時候 那嚴格來講 它不叫做純水 它也許裡面某些成分 就已經高起來了 但是呢 有些人會覺得說 特別現在的年輕人 是 比如說國中啊 高中生這一代的 他會覺得這個水 如果沒有一些味道 它沒辦法入口 對 不喜歡喝純水 對 不喜歡喝純水 嚴格來講 純水才是真正的好水 所以連茶葉也沒辦法 紓解人體對水的需求對不對 沒有像我們真正喝好的純水 紓解我們身體 渴的這個需求這麼快 好 那外面的瓶裝水五花八門 有一些強調是 強調是能量水 那這些水 對身體真的好嗎 對啊 仁豪你有喝過真正什麼 血水啊 沒有我剛剛 我剛剛這一瓶就是 雪山的水 這一瓶是那個 我一個演藝圈的好朋友 提供給我 介紹給我喝的水 這個不就是海洋一千公尺 對 然後那是鹼性的 對 看那個品質就知道 對 然後有能量 然後我那時候 我有一陣子也很愛喝這個 對 因為他說 他那時候跟我介紹說 喝這個水是因為 他說喝了以後 比如說你吃藥喝這個水 會比較好吸收 好吸收 然後平常你喝的時候 他也是比較好吸收 但我真的不知道 什麼鹼性酸性 到底有沒有用 對 因為我就連喝 什麼 像我之前買那個 一千五的那種 我還有去餐廳點過那種 雪山的水 他們說 雪山 雪山的水 他們說喝完以後 會促進腸胃的蠕動 是 是真的這樣子嗎 教授 因為拉肚子 對 等一下我們來檢驗一下 好 對 那依依也是常常喝這個 海洋水是不是 我是喝到 其實常常 那個剛才教授有講到 就是什麼火山下面的水 夏威夷火山下面的水 對 我就想說 那我就参叉的喝 其實我有時候 不一樣的地區 就火山雪山啊 什麼海洋的 通通要喝 對 通通都要喝掉 還有PH值7.3的 然後我也有研究過 然後所以我就想說 那我就要喝那個PH值7.3的 感覺就比較能夠 比較解渴 弱鹼 對 我常常覺得很容易口渴 但是我真的發現 一喝 就很容易馬上就解渴了 你手上拿的這瓶能量水 亞倫也很愛啊 對啊 那時候有一陣子啊 你知道 時尚圈的人瘋狂的團購 可是團購價錢也沒有便宜 只是因為每個人出去 然後只要拿出來的這個水 你就代表 我覺得 有一段時間 圈內走到哪裡工作 都有 都喝這個水 對 更好像那種小妹妹 她們就說 她們都自己回去再灌其他的水 她拿出來還是要這個瓶子 就這樣說 Fashion 我覺得很有趣 就是會有一陣一陣子的流行 我們剛剛聽到 大家認為說 那水都好多厲害 弱鹼的什麼能量水 其實數字它會說話 對不對 有數字就有證據 我們來檢測一下 那我們現在來檢測 我們這邊有四杯水 對 這一杯是一般的水 完全它沒有強調酸鹼值的 其他的三杯水 都強調是PH在9.0以上 那教授這樣的話 我們等一下請你檢測一下 到底它強調9.0 PH9.0 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那我們請教授從這一杯 這個完全沒有強調的 一般水 我們先測一個是不是 對 這是一般的 對 而且一罐才四塊 我想問一下 這個紙是顏色偏橘 代表是鹼性越強還是 酸性越強 剛剛我們測的這個 它PH值大約多少 大概是6 6 6嚴格來講是 相當的中性 一點酸而已 滿正常的PH值 所以這個水喝下去 應該沒問題 這個 從酸鹼度來講的話 它是屬於安全的範圍 安全的範圍 好 那再來我們請教授 這一級 對 PH值高的喔 海洋深層水 對 海洋深層水喔 好 它二生說PH值是到達 9的嘛 對 結果我們看一下 有沒有到9 也沒有到9 那多少 這個也是大概在6的情況 所以它其實根本就跟一般水是一樣的 對 酸鹼值來講是一樣的 對 騙人 是 那再來這個也是PH值 它強調是9 也說9 對 還是9是個品牌 對 9還真的有一個品牌 9是個口號 這個結果呢 看起來也是接近 也都是大概6 6 對 還是等一下會變身 不會它馬上就應該要變色了 這個是 幾秒鐘就決定了嗎 這實際上是2秒鐘就可以決定 對 因為它標示酒啊 大家都以為喝下去會是變成鹼性的 對 好 結果結果6 這不是我賣的水喔 這是我常喝的水 對 它也是強調酒的喔 對 這一瓶都是我跟郭仁豪常喝的水 是 來 教授 這個也是接近在6 那其實弄了半天就是其實4瓶水 這一瓶只要4塊 4塊 其他都要20左右 最多的這26塊 所以4塊的跟26塊的其實是一樣 3.2一樣 你看顏色是一樣的 顏色是一樣的喔 然後大家要注意一下喔 其實這樣的這個水喔 嚴格來說 假如說它700CC一瓶 然後它賣20幾塊錢 對 各位可以跟我們的汽油比比看 汽油是1公升1000CC 對 現在已經很貴的情況之下 35 36塊 你可以看看 所以這個嚴格來說 比汽油還貴 對 可能比汽油還貴 所以我們每天都在抗疫情 很貴的 然後可是自己一直在支持很貴的水 對 那請問教授 那現在為什麼廠商 他一直在強調是酸鹼質 比如說弱酸性啦 強調能量水 到底這酸鹼質的水 還是能量水 對我們人體有什麼幫助 我先說一下喔 我們身體會吃東西 或喝東西進來會有能量的喔 對 主要是來自糖類脂肪跟蛋白質 對 水來說 是我們不認為它具有任何能量的 熱量 所以它沒有能量 沒有能量的 但是有人會說 我是不是需要喝一點鹼性的水 大家會說 實際上來講 在醫學上 是認為說鹼性的體質的人 比較不容易生病 甚至不容易得到不好的病 像是癌症 所以大家要想辦法 要把自己的身體呢 變成鹼性 但是大家不要忘了 即便說我們剛剛檢查這個 不是6 它是9 但是你喝進來之後 到你的胃酸 我們的胃酸是多少 這樣跟胃酸一作用之後 它不再是9了 對 不再是9了 即便是6喝進來 進到我們的胃裡面有胃酸 也不再是6了 了解 那謝謝教授 謝謝教授 好 剛剛呢 我們真相大了個白之後呢 現在就要繼續討論的重點 我們來看一下 是 瓶裝水的好處 含氧量跟礦物質多 所以讓身體可以輕鬆沒有負擔 一 你覺得真的是這樣嗎 好像是耶 因為剛剛檢測完一下 你懷疑了 我開始覺得有點 不是很確定了 妳是不是說 妳有喝過英國貴族的水 對 有一種 感覺好尊容喔 可是因為當初不講的時候 其實我也喝不出來 到底差別在哪裡 是因為有一次我有一個就是 很喜歡炫富的女生的朋友 然後他有一次會請大家 到他們家裡來 然後我想說他什麼東西都用很好啊 為什麼去他們家 他不請我喝一些高級點的茶跟咖啡呢 然後整場聊天聊完我們都走了 奇怪怎麼只喝到水 然後後來結果 就有人在想說 奇怪他怎麼變那麼小氣啊 怎樣怎樣 結果一問之下才發現 他那一瓶水要 好了 因為甘甜順口的礦泉水 原來這麼可怕 這個水呢 有時候喝起來甜甜的 是 我告訴你 有一種很毒的礦裡面 出來的熱水 他就是 那種礦叫做 是 哇 你都喝天水耶你 對啊 對啊